不祈禹是什么意思呢? 不祈禹而言说有理 祈禹是什么?叫花言巧语啊 明明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 哎呦,讲得来天荒万岁 它总有道理,叫花言巧语 听得懂了吧? 然后呢,祈禹里面还有一句话要注意了 叫清逢无礼 所以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讲那些 比较隐悔的话 这种下流的一点意思在里面 你就叫清逢 所以佛根本不用识了 你讲了之后,导人生诸贤念 导人就是导致别人生诸贤念 其语叫粗言戏弄 以为取乐 你以为他又讲了句 好像 他说的语言戏弄 他说的语言戏弄 最后呢,你以为自己很开心 你应该说是很大了 他说的,就叫祈禹 将其语言戏弄 将其语的人死堕恶道 死了之后要做恶道的 永遭清见 永远遭到清见 对呀,看不起 一个人只有远离其语 清正言顺 清正的人讲出来的话就非常的顺 并并有语 庄言归意 为人敬弹 你以为我没有想起来 你以为我会想起来 你以为我会想起来